这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内皮细胞的损伤 它为异常的凝血提供了条件 那么除了内皮细胞的损伤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是机制 也可以促进这个异常的凝血 比如说血流状态的改变 那么跟凝血相关的血流状态的改变 主要使血流的淤质或者说形成涡流 所谓的血流的淤质就是血流变得缓慢了 那么正常的时候血液在血管里面 它是成一种层流 那么如果说它由于某种原因 那么比如说血管中间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物质 那么有可能就会形成涡流 这个就像我们河流的底部一样 如果它出现了一些石头或者是一些坑 那么有可能就会出现漩涡 那么血管也一样 如果它的血管壁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改变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涡流 那么当出现涡流以后 它为什么会容易使局部形成血栓呢 它有一些条件的 那么是跟这些血流的改变相关的 当这个血流变得缓慢以后 它的局部内皮细胞会缺氧 缺氧以后就会使内皮细胞发生变性 或者说它激活 那么激活呢可以为凝血呢提供条件 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当这个血流淤质或者是缓慢以后 或者是发生涡流以后呢 这个局部就是进入边流的这个血小板呢 就会增加 血小板的浓度增加呢 也会为这个凝血过程的启动呢提供一个便利条件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这个局部血流比较缓慢的时候 或者形成涡流的时候 这个凝血因子 局部的特别是一些活化的凝血因子的浓度呢 有可能在某一时段呢达到比较高的一个浓度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为凝血呢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的血管来说 静脉往往是血流的淤质 对它的血栓形成呢 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对于静脉来讲呢 因为它的血流压力比较大 血管的血流的速度也比较快 经常就是涡流对它的血栓形成呢 可能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那么当这个血流发生异常的改变以后 这个血栓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我们下面呢 就以静脉性的血栓形成为例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血栓的形成过程 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张图 血流的方线是从那边往这边流过来的 中间两个突出的小瓣膜呢 那个是静脉瓣 对 那么我们人体的静脉 特别是下肢的这个静脉 静脉瓣的是比较发达的 那么在静脉瓣的后方 是一个容易形成涡流的区域 那么如果说这个局部形成的涡流 比较明显 同时又存在内皮细胞的损伤 那么它就为血小板的粘腹提供了条件 那么这个血小板的粘腹以后 形成的这个血栓呢 我们叫它是血栓的头部 它是血栓的起始部位 这个呢 前面我们讲正常的凝血过程的时候呢 已经讲过了 那么所以对于血栓的头来讲 它主要是血小板 以及少量的纤维素 那么当这个局部形成这种血小板和少量纤维素 形成的血栓头 那么在这个局部形成的血栓头的后面 又会接着形成下一个涡流 那么这个涡流呢 又为下一个血小板 血栓呢 提供了条件 所以这样就像一个急连反应一样 一层血小板粘 一层血小板粘 继续往下延续 那么形成很多的珊瑚状的小粘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形成了血栓体 那么在这个珊瑚状的血小板小粘之间呢 会有一些淤质的红细胞 就是血液的正常成分 那么所以在这个小粘之间呢 会逐渐呢 出现一些停滞的血液 局部凝固以后 形成的这种红颜色的血栓的成分 因此对于静脉性的血栓的体部来讲 它的成分呢 是由血小板粘和正常凝固的血液成分呢 相间排列形成的 那么这种血栓呢 我们叫它是层状血栓 或者叫它混合血栓 那么当这个血栓体形成以后 它有可能会把这个血管枪呢 完全就堵上了 那么堵上了以后 相应的这个 从它的下游 这个是它的上游 这个是它的下游 那么下游过来的血流呢 有一部分有可能就蓄积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原有的血液成分 出现凝固以后 形成的一个血栓的尾 那么这是血栓尾 那么血栓尾实际上 它就是原来有的血液的成分 那么它是主要成分就是红细胞 白细胞 当然里面也会有一些血小板和纤维素 那么这一部分血栓的尾呢 它跟血管壁呢 粘副力是非常差的 那么所以呢 它是非常容易脱落下来的 好 这个是静脉性血栓形成的一个过程 这种血栓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延续性的血栓 它是从这个静脉血流的远端 向静端延续的 这个是静脉性血栓的形成的过程 那么所以它往往是所调整的 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讲 这个血流异常容易出现在哪些情况下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需要注意 哪些时候它容易诱发这种血栓的形成呢 由于血流状态的改变导致的这种血栓形成呢 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 长期的卧床或者是制动 比如说有一些骨折的病人 那么他需要在床上呢 躺很长的时间 或者是一些手术的病人 术后呢 因为他伤口疼 怕活动 他经常喜欢呢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 对于他静脉的回流呢 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我们知道临床大夫 对于手术以后的病人 一定是鼓励他早期下床活动 或者是即使你下不了床 也要对腿部呢 进行一些按摩 那么促进他的血循环 特别是促进他的静脉血液的回流 否则呢 容易长血栓 所以对于在院内的这种手术的 或者是过床的病人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个血流的缓慢 是他导致他静脉里 特别是下肢生静脉 形成血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静脉的功能出现了问题 特别是这个静脉瓣的机能 出现了异常或者障碍 那么导致他的血液的回流呢 受阻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容易引起血栓 那么对于动脉来讲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导致他血流发生改变的问题呢 可能就是动脉中央硬化 那么这个动脉中央硬化呢 它就像对我们这个血管 这个输送管道呢 造成了一些毁损 那么它使局部呢 变得高低不平 往往呢 会形成一些像丘陵一样的这种区域 那么像这些丘陵一样的地带呢 它会形成很多的窝流 那么这些窝流呢 就会为血栓的形成呢 提供条件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 容易导致血栓形成的一个血流改变呢 就是出现了仙颤 这个主要是发生在心脏 就是纤维 纤维的纤 颤动的颤 那么比较常见的就是防颤 就是心防仙颤 这个是一个心防仙颤的病人 在他的左心耳呢 形成了一个血栓 那么这种病人呢 往往是发生在 左心功能不全的时候 比如说像风湿性心脏病的病人 他的二肩瓣 可能有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 到后期呢 他会影响到心功能 那么使他呢 发生心功能的衰竭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往往他的心防呢 是扩张的 那么这种扩张的心防 同时呢 他还会发生 有可能发生防颤 那么发生防颤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左心房里的血流呢 他就是紊乱的方向 非常乱 那么在心耳的这个地方 就尤其容易形成血栓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种血栓形成以后 他会很危险 那么刚形成的时候呢 他跟这个血管壁的贴付呢 不是很结实 他是依靠血小板 对吧 通过粘副分子呢 附着在这个胶原纤维上的 那么这种粘副呢 是很不牢固的 非常容易掉下来 而且心脏 他在不停的跳动 所以呢 很危险 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他有可能会随着血流 运送到全身的多个脏器 那么进一步呢 发生其他病理效应 所以这种心防里面 形成的这种血栓呢 是很危险的 这个是经常是在防颤的条件下 由于血流紊乱 被他的这个血栓的形成呢 提供条件 好 这个呢 是另一个发生的 血管内的血栓 那么我们可能这张切片呢 看不出是什么组织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血管 这个呢 是一个肝脏的血管流 那么在血管流的这个区域呢 他的血管呢 非常的 结构非常的紊乱 那么互相吻合 这里边的血流呢 是比较缓慢的 而且呢 经常会出现窝流 那么所以在血管流里面呢 他比较容易出现血栓 这个就是局部出现的一个血栓 而且呢 这个血栓里面呢 已经开始长进肉芽组织 也就是说 开始发生激化了 那么血栓一旦发生激化以后 他跟血管壁的粘负连接呢 就比较紧密了 他就不容易掉下去了 好 这是第二种改变 血流状态的改变 是血栓形成的条件之一 那么第三种条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高宁状态 那么这种高宁状态呢 可以是由于血小板的数量的增加 或者是由于宁血因子数量的增加 或者是抗宁血的成分的减少 或者是浓度的减少 那么这个高宁状态呢 也是同样为宁血呢 或者说为血栓形成呢 提供了条件 那么这种高宁状态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叫原发性的 或疑传性的高宁状态 这个呢 往往是由于 跟宁血相关的 一些因子或者细胞的基因 出现了异常 所造成的 第二种呢 叫激发性 或者是获得性高宁状态 那么这个呢 是由于 机体呢 发生了一些病理变化 在某些疾病的状态下 导致的高宁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下 原发性的高宁状态 或者说由于 疑传学的改变 导致的高宁状态 那么有一种 比较常见的 这种原发性的高宁状态 就是五因子的突变造成的 那么大家知道 五因子是宁血 共同通路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因子 对于这个宁血酶的激活呢 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这个五因子呢 它可以发生突变 那么这种突变呢 在这个白种人 尤其常见 他们的突变率很高 可以高达15% 但是呢 这个五因子的突变呢 它有可能是纯核性的 也有可能是杂核性的 那么如果这个人 是一个纯核性的 这种五因子的突变 那么它有可能 症状会比较明显 很小就会被发现了 但是这种杂核性的突变呢 它往往 它的表情呢 没有那么明显 可能在一般的情况下 看不出来 当它遇到 某一种病理状态的时候 有可能 它的这种五因子突变的 这种特性呢 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这种杂核子的这种人呢 它是比较不容易被发现 但是呢 也有可能会在临床上呢 有时候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对它本身造成很大的危害 那么这种病人 它会有什么表现呢 往往是表现为 下肢生静脉的 反复出现的这种血栓 那么这种病人 根据调查 大概有60% 都有这种五因子的突变 那么所以 当临床上碰到出现这种 反复的生静脉血栓的时候 那么除了要查一查 局部的血管 有什么因素以外呢 还要检查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这种五因子的突变 那么这种五因子发生突变以后 不是说它的功能丧失了 而是呢 突变的这个五因子呢 它对这种 使它降解的这个蛋白C呢 出现了抵抗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活化的五因子呢 就不能有效的被降解 那么它的浓度呢 就相对的增高 使这个血液呢 处于一种高凝状态 所以这个五因子的突变呢 是一种 比较常见的 导致原发性高凝状态的一个原因 那么除了这个五因子 可以出现这种遗传学的改变 还有很多其他的凝血因子 也可以出现遗传学的改变 包括血小板 那么比如说像抗凝血酶3 可以缺乏 那么还有蛋白C 也可以出现缺乏 那么这种抗凝的因素缺乏以后呢 使它的血液的这种 抗凝的这个一方面的 这个活性呢 会下降 那么相应的 它促进凝固的这一方面呢 活性呢增强 所以容易呢 使血栓形成 好 这个是原发性的高凝状态 那么还有一种呢 我们叫它激发性的高凝状态 或者说获得性的高凝状态 这个呢 在临床上呢 也不少见 那么所以大家碰到 具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它有可能 形成血栓 第一个就是 比较常见的原因 就是组织的损伤 那么这种组织的损伤呢 它可以是 由于外科手术 那么手术 特别是一些大手术 对这个病人来讲呢 它是一种损伤 它有很大的闯面 还有比如说像骨折的病人 特别是像一些 肠管转骨的骨折 像骨骨的骨折等等 那么它会造成 比较严重的组织损伤 另外还有烧伤 特别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 那么这些病人呢 会有 比较明显的组织的破坏 组织破坏以后呢 就会有大量的组织因子的形成 那么这些组织因子呢 是可以促进凝血的 那么跟这个组织损伤 像类似的呢 还有比如说像 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那么如果它梗死范围 比较大的话 它也会有比较多的 组织因子的形成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会为这个凝血的 集连反应呢 提供了条件 那么另外还有 临床上可以见到的 就是进展期的恶性肿瘤 那么它会产生一些 促进凝血的因子 那么也会使这个病人呢 容易形成血栓 那么这个是 一些临床上 我们可以见到的 一些病理状态 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高磁激素血症 那么什么情况下 这个人会处于 在高磁激素的这种状态呢 一个就是妊娠 那么在妊娠期 这个母亲呢 她本身就 由于这个磁激素水平的身高呢 她就会处于一种高宁状态 那么这个对她来说 实际上是机体的一种 适应性的改变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 就是口服 避孕药的使用 那么目前认为 口服避孕药 因为它里边有一些的 有一些磁激素 那么这些磁激素 它会促使 这个身体内呢 容易形成血栓 口服 长期口服避孕药的病人 不是病人了 这些人群呢 它比不使用 这个口服避孕药的人呢 它的血栓的发生率呢 要高 这个是现在有 非常明确的研究结果的 那么这个磁激素 它可以促进 积极的凝血 抑制它的鲜溶 所以呢 这个高磁激素状态呢 也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 一种形成 激发性高磷状态的 一种状况 那么还有很多 其他的原因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 课后呢 再 巩固 复习以下 好 那么在这种激发性的 或者是获得性的 这种高磷状态下 实际上 还有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原因 就是说 有一些人可能本身就有这种 遗传素质 那么这些人呢 往往有可能是 某一种凝血因子突变的杂核子 那么这种杂核子呢 它在一般的状态下 还可以维持这种正常的凝血和抗凝 那么如果说 当他遇到了一些这种 应激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 他的这种 基因突变以后 造成这种缺陷呢 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有可能 这些人呢 在临床上 跟其他的普通的病人相比呢 他更容易发生血栓的形成 比如说 大家就做了同样的手术 或者是 躺了同样长的时间 那么这部分人呢 有可能呢 他更容易发生血栓 好 那么前面呢 我们介绍了 在血栓过程 形成的过程当中 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内皮细胞损伤 血流的缓慢 或者是窝流 以及高凝状态 以及高凝状态 那么这些因素呢 或者是合并在一起 都有可能导致 脂肪状态 血栓的形成 当这个血栓形成以后 它在形态学上 有哪些特点呢 不同状态下 形成的血栓 在不同的血管内 形成的血栓 它的形态特点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它分成 多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叫白血栓 第二种呢 叫混合性血栓 第三种呢 叫红血栓 还有一种呢 叫波量血栓 或者叫纤维素性血栓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些不同类型的血栓 它的形态学 有什么特点 它的成因 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是白血栓 所谓白血栓 就是我们在肉眼上看的 这个血栓呢 它是白颜色的 或者是近乎白颜色的 这边这张图 上面箭头指的呢 就是一些白血栓 那么这些血栓呢 往往体积很小 就像芝麻大小 或者是米粒大小 那么它的主要的成分呢 是血小板 其中呢 有少量的纤维素 因此它在显微镜上呢 可以看到是成红红的 一个团块状的物质 里边呢 细胞成分非常少 主要是血小板 还有少量的纤维素 这两种物质呢 在H1染色切片上呢 都是成这种粉染的 无定型物质 或者是死网状的 那么这种血栓呢 往往是位于血栓的头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还常常是建于这个心脏半膜上 这儿我们给大家看的 这个白血栓呢 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心脏半膜上的 一个油状血栓 那么这个血栓呢 它往往是位于这个半膜的B所源 B所源呢 这个区域呢 它比较容易受到损伤 那么发生损伤以后呢 内皮细胞下面的胶原纤维呢 就会暴露出来 促进这个血小板的粘腹和粘疾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呢 它总是在不停地运动 那么所以一般来讲 它不会形成延续性的血栓 那么所以呢 往往都是形成的这种 体积比较小的白血栓 或者是血小板性血栓 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个血小板的性血栓呢 它可以发生激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在这个血小板性血栓的这个下方呢 可以看到有一些肉芽组织 还有炎症细胞呢 在进入这个血栓 那么进入以后呢 最后的结果 就是把这个血栓呢 给激化了 大家知道 新鲜的血栓呢 它跟血管壁的粘腹呢 是不是那么结实的 很容易脱落 那么当它发生激化以后呢 这些血小板呢 就牢牢地附着在这个内皮上 不容易脱落 所以对于机体来讲 它也是一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 但是呢 这种适应性的反应 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那么这种病人 就是如果说是这种 这个病人的瓣膜上 它反复地出现炎症 内皮细胞的损伤 那么损伤以后呢 导致这种油状白血栓的形成 那么这种形成的油状白血栓呢 反复地被激化 最后的结果呢 就会使这个瓣膜呢 遭到破坏 那么从原来非常菲薄的状态呢 慢慢地增厚 甚至呢 发生卷曲变形 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心脏瓣膜病 所以对于这个白血栓来讲 它被激化的结果呢 就是有可能会使局部组织呢 发生纤维化 第二种血栓呢 叫混合性血栓 或者叫混合血栓 那么这种血栓呢 它是由成状结构构成的 这个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静脉性血栓的体 就是这种典型的成状血栓 那么这种成状血栓 它就是一层一层的排列的 那么这个跟它的形成的方式有关系 那么这个颜色比较浅的 比较粉软的这个呢 这个是血小板 血小板凉 里边呢 大量的血小板 还有少量的纤维素 那么这个两个血小板凉之间呢 使原有的血液成分凝固以后形成的 其中大部分呢 是红细胞 那么相应的 也会有一些白细胞的成绩 凝固 那么这些白细胞呢 它还可以有一些活性 它可以释放一些霉 那么对血栓里边的一些成分呢 起到溶解的作用 这个后面我们还要讲 那么这种分层排列的这种血栓呢 它是非常有特点的 这个也是我们在肉眼上来识别 它到底是一个血栓 还是一个死后凝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当然 这种肉眼的混合性的血栓呢 在静下呢 它的特点会更加的鲜明 那么这个是一个新鲜的层状血栓 这个是一个固定以后的层状血栓 固定以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出 这个血栓呢 它是一层黑的 一层白的 一层黑的 一层白的 相间的 那么这个新鲜呢 可能因为有反光 看得不是很清楚 不如这个清楚 那么这种混合性血栓呢 一般来讲 它是建于血栓的体部 或者是腹壁血栓的主体 这个是一个心脏的腹壁血栓 那么腹壁血栓呢 往往它也是成这种层状血栓 它常常呢 附着在这个心腔的壁上 或者是大动脉的壁上 那么这种血栓呢 它非常容易脱落 尤其是在心脏里边 那么它在不停地跳动 如果是新鲜形成的血栓呢 是很容易脱落下来的 那么所以像这种病人 如果临床上发现它 心腔里边有一个新鲜形成的血栓 那么就会让这个病人呢 绝对卧床 我要卧床一段时间 等这个血栓溶掉了 或者是发生激化了以后 它才可以下床活动 否则呢会非常的危险 这是第二种血栓 混合性血栓 第三种呢叫红血栓 那么顾名思义这种血栓 在肉眼上颜色就是红红的 跟鲜血一样 那么这种红血栓 它的主要成分呢 是红细胞 这儿给大家显示的 就是一个红血栓 那么它是血液的原有成分 凝固以后形成的 那么这种呢 往往是建于静脉性血栓的尾部 那么它跟血管B的 之间呢 没有明显的粘副 所以呢 它很容易脱落下来 另外一个呢 由于它是原有的血液成分的凝固 形成的 那么所以它跟死后凝血呢 是非常相似的 有时候是很难区别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死后的凝血 那么死后的凝血呢 它往往我们又称它为 基脂样的凝血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血液里边 它有不同的成分 如果我们抽了一管血 放在那放一段时间 它会分层 上面是一些血浆 红细胞呢 在下面 那么死后凝血呢 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血液凝固以后 它跟它的体位有关系 在上层呢 是一些泄出来的这种血浆成分 凝固以后呢 就成这种黄颜色的 所以我们叫它基脂样的凝血 那么红细胞呢 都在下面 就是形成这种分层的这种特点 而且这种死后凝血呢 它是跟血管壁呢 它是没有粘副的 中间没有血小板 在起一个粘副的这种反应 那么所以对于死后凝血来讲 它这种凝血块呢 很容易脱落 但是它跟红血栓 有时候确实是非常难鉴别 那么它跟层状血栓 是很容易鉴别开的 那么因为有时候 我们会碰到这样的病人 这种病人 它局部血管里边 酸塞的这个血块 它到底是血栓呢 还是说死后凝血呢 是需要我们来鉴别的 那么怎么样来鉴别呢 就靠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血栓的成分在里头 好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呢 我们叫它纤维素性血栓或者是玻璃氧血栓 这种血栓呢 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纤维素或者纤维蛋白 那么这种血栓呢 它往往都是在微血管里边 也就是在毛续血管里边 所以这种血栓呢 我们肉眼上是看不见的 只有通过显维精的检查 才能发现这种纤维素性血栓的存在 所以我们也叫它是微血栓 那么这种微血栓呢 主要是建于DIC的病人 那么就是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病人 那么DIC呢是一种病理状态 那么很多原因可以导致这个病人呢 发生DIC 比如说严重的感染 大量的失血等等 那么发生了这种DIC的病人呢 它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最后呢导致这个凝血酶活化 那么在机体里边呢 血管里面呢生成很多的显微蛋白 所以它形成的血栓呢 往往就是由显微蛋白或显微素 构成的 那么这种血栓呢 它位于机体的毛细血管内 那么在我们怎么样来检查 这个病人是不是发生了DIC 是不是形成了这种波量血栓呢 主要就是靠在毛细血管里去发现这种血栓 那么有两个器官比较容易发现 一个就是肺 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 这两个器官呢 都是毛细血管非常丰富的器官 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病人在肺泡间隔里边 这个小血管里边呢 有一个显微素性血栓的形成 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病人这是圣小球 可以看到在圣小球的血管帕里边 有这种显微素性血栓的形成 那么这个是一种比较特殊类型的血栓 它是一种显微镜下的血栓 那么当这个血栓形成以后 它会发生哪些变化 对机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血栓呢 它可以不断的生成并且呢延长 特别是静脉性的血栓 那么它有可能会变得很长 顺着这个血管呢 可以顺延很长一段距离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可以把这个血管腔呢堵上 那么这种当这个静脉性的血栓 形成并堵塞血管以后 它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当静脉受到淤质以后 它会发生局部组织的淤血 对在淤血的基础上呢 还会出现水肿 如果这个血管的通透性再增加呢 它就会出现hemorrhage出血 那么甚至这个血管在严重的 这种缺氧的状态下呢 它还会导致局部组织的necrosis坏死 这是静脉性的血栓形成 会导致的后果 那么如果是一个动脉形成了血栓 并且呢堵塞了管腔 那么它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会使这个局部呢发生缺血 甚至呢发生缺血性的坏死 我们叫它梗死 这是血栓的第一个结局 就是它可以把血管腔呢堵上 或者是完全堵塞了 那么血栓形成以后 事实上体内有一些机制 会促使这个血栓呢发生溶解 那么主要是有两个机制 一个机制呢体内的鲜溶系统 它会激活 那么使这个血栓呢发生一些溶解 另外呢在血栓里边 有一些网络的白细胞 这个白细胞呢也会释放一些酶 对这个血栓里边的一些成分呢进行溶解 那么这个两个机制呢 都是机体自身的对抗这个血栓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 但是呢事实上呢 这种机制在血栓形成以后 特别是当这个血栓比较大的情况下 很难发挥作用把这个血栓呢溶解掉 所以呢临床上呢 它会采取一些外源性的溶栓的方法 来把这个血栓呢给溶解掉 那么对于临床来讲 它这个溶栓的干预呢 一定要早 那么如果说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血栓里边它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长进去了一些肉芽组织 发生激化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能把这个血栓溶解掉了 这是血栓的第二个结局 就是它可以溶解 如果是对于一些比较小的血栓 机体呢有可能通过这种溶解的方式呢 自己就把它给消灭了 那么如果是比较大的血栓呢 一般来讲它依靠机体自身的力量呢 不太容易把这个血栓呢给它消除掉 需要通过干预或者是早期干预或者是激化 来使它变得牢固一些 不脱落 那么当这个血栓发生激化的时候呢 它是从血管壁上往血栓里边呢 长进去一些肉芽组织 那么这些肉芽组织呢 就把原有的血栓成分呢给取代了 那么但是呢这个血栓长进去 血栓里边的激化呢 它需要一个过程 大家知道肉芽组织的生长 它从刚刚开始长出幼稚的毛细血管 纤维母细胞 还有一些炎症细胞 那么到后期出现胶原化 变得比较结实 需要两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临床上这种血栓容易脱落的病人 或者是新形成的血栓的病人呢 它需要过程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使它的血栓呢 变得比较的牢固了 那么它才活动以后不容易脱落 这个呢是一个静下的血栓激化的图像 那边呢是一个大体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血栓里边呢 已经长进去了一些白颜色的肉芽组织 那么这种血栓呢 它不容易脱落了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 这种发生激化的血栓呢 还有可能出现钙化 那么甚至呢 形成一些像石头一样的 很硬很硬的堵塞物 那么这个呢 有时候在静脉里边能够见到 那么这种发生了激化的血栓以后呢 它还有可能发生再通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血栓发生激化 激化以后呢 里边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 分化的血管腔 那么这种再通的血管呢 还可以为这个局部的组织呢 提供血流 但是如果说这个血栓是发生在一个动脉 那么曾经完全堵塞了这个血管腔 那么这个局部的组织呢 实际上它已经发生了坏死的改变 那么这种再通呢 对它来讲可能意义已经不大了 好 那么对于血栓来讲 它可以 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发生激化 那么激化以后就不容易脱落了 如果是一个新鲜形成的血栓 那么 它是非常容易脱落下来的 那么当血栓脱落下来以后 它会随着血流运行 运行到某一个血管 口径跟这个血栓差不多大的地方呢 它可以继续呢 堵塞那根血管 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它 embolism 栓酸 现在 好